今集会介绍市建局引入的特别装置 可以确保室内U型渠和天台通风喉管 不会成为波毒途径 又会看看5G装置 如何解决偏远地区固网基建落后 上网慢的问题 疫情令大家重新关注大厦喉管传播病毒的问题 例如记得要定期倒水落地台去水位 大厦环境容易产生扰流效应等等 不过要下下靠住客自己留意和检查 一点都不容易 早前市建局就成功引入一些装置 来解决渠管防疫的问题 一起看一下 这栋刚刚完成翻新工程的楼宇 除了看到的外观够新正 看不到的渠管也全部换过 当中部分新装的渠管 更加安装了两个厉害装置 厕所和厨房的地台去水位 一般都会连接一条成U字形的渠位 只要U型渠注满一定的水量 就可以隔开污水渠里面的空气 尤其是带病毒的空气到楼班单位里面 但是要做到定时注水入渠就未必个个做得到 在大尊教工程的杜sir 去年就联同几位分别毒电脑电子 和土木工程的学生 研发了一个自动加水器装置 我们利用一个星纳 Ultrasonic sensor 就可以感应到U型渠里面的水位的高度 然后就会有一个 我们叫做Microcontroller微处理器 去收到水位高度的讯息之后 就会控制一个法门 知道水位不够的时候 就会加水到U渠里面 跟雷达一样 星纳都是属于导航和定位的技术一种 雷达是靠电波 星纳就是用低频升波 自动加水器利用安装在渠内的星纳感应器 来量度水位高度 每当水位过低 补水器就会打开水阀 水就会自动流入渠内 直至达到指定的水量 不过跟不少科技产品一样 离开实验室 应用到现实环境的时候 就会出现严重落差 我们发现虽然绝大部分渠口 都可以运动到这个设计 但是有部分渠口位我们叫企闸 不是地台的去水 我们原来星纳没有办法去解决到 知道喉管里面水位的状况 除了忽略现实环境的限制 同学在生产阶段 也遇到在研发的时候没有想过的困难 如果我是测试地弄一件东西 我可以用一些高成本的东西 还有我可以用一些比较复杂的方法去弄 实际的话就要考虑 它生产的顺不顺利 例如外壳这样 外壳这样就要想起 它是否一个帽子可以弄完 因为始终如果你是截剂的话 可以用黏的方法 但是这些方法是在倒露那里 有机会是做不到的 虽然自动加水器 最终不能够成为正绩产品 但是就意外地成为 另一个产品的初型 许泳伦Alphus是市建局工程高级经理 他正在示范改良版补水器 用家可以如何加水入补水器水箱 和杜Sir团队的补水器 靠感应U型渠水位高低自动补水不同 这个装置定时定后 就每星期自动加水入U型渠一次 另外水箱也配置了指示灯 提醒用家何时需要加水入水箱 我们有五大改良 第一个改良 我们就加大水箱 而这个水箱 就可以用到五至五个星期左右 它的出水、注水 就根据屋乳柱的规例 每星期会灌注500毫升的水 希望能做到水风阻隔 就阻止病毒在U型界流出来 除了水箱操作不同了 他们也改用干电池 和加强整个补水器 防尘防水的表现 Alvers说他们正在研发 特别紧进一步配合物联网技术 希望做到遥拒补水的效果 加插一些IoT的元素 即是物联网科技 希望可以在手机层面上 都可以看到它的注水的情况 希望用一些很简单易明的版面 可以帮助用户 或者他们家人去使用这个 希望用得更加畅顺 解决了室内U型局的问题 Alvers说要带我们上天台 看另一个渠管装置 天台通风喉管会有细菌病毒 经扰流回住宅单位 我们就着这个情况 我们就想 会否可以在通风喉管 做一些消毒的方案 我们就着这个情况 我们就提供一些资助和场地 去聘请研发团队 去研发一些天台消毒殺菌的装置 Alvers所说的扰流 就是所谓的扰流效应 听就听得多了 但实际又会怎样影响到我们呢 就去找这个装置的研发团队 林振宇教授为我们讲解一下 一个环境风 或者在一个大厦里做出来的风 其实它拜就这样自己站在那裡 都有一个危险性在那裡 原因就是因为在喉管那里 如果有风略过的话 那里会做了一个低气压的一个地方 就会把喉管里面的东西抽出来 正正现在我们遇到的病毒 其实可以变成一种气溶胶 简单来说 画面中的白色发泡胶 就代表病毒 当林教授打开吹风机 就好像平时的强风掠过天台的喉管顶端 抽出喉管里面有机会暗藏病毒的空气 再传播大厦的较高楼层 甚至是鄰近的大厦 教授解释 UVC是一种强效光能 只要空气经过UVC消毒灯 就可以在几秒内 为杀死百分之九十九的细菌和病毒 UVC自己本身是一种 非常对生物的基因 很有影响的一种光的辐射 所以变成 它将UVC消毒灯到任何生物 或者病毒病菌 或者甚至乎一些生物 它会影响到它那个基因 令到那个生物 是完全没有办法再去延续它的生命 所以变成它用UVC 就是杀得很彻底 为了更加有效证明 UVC的消毒灯菌功能 林教授更加找了 浸会大学微生物学系 去帮他们做一个详射报告 当中更加是用到接近COVID的病毒外壳 来证实就算是新冠病毒 一样照杀 这个是最初没有晒过的 亦都一路大家看到 越晒的时间越多 那个反应就越来越弱了 正如病毒的残肢 亦都越来越少了 在两秒钟还有少少的 这个是我们平时一秒钟的数据 然后去到四秒或者十秒 其实严格来说是看不到的 这个UVC装置 目前已经在部分楼宇和中环街市等地方使用 接下来会分发去到更多不同的地方 广泛使用 下一节回来看看5G 是一些偏远地区应用的情况 这粒只有手掌这么大的银色波 放在沙地上懂得自己弹开 还懂得左右摇摆地滚前滚后 你以为是玩具 其实它是月球探索机械人 叫SoraQ 由一间玩具製造商 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共同开发 别看少它比一包柠檬茶更滴色 就以为它没什么用 分分钟经过其他机械人 就是因为它够小粒 所以它可以很轻松地 在月球的沙地上行走 又可以将月球拍到的照片 传送回地球 这粒波更是用特製铝和胶质造 抵受低至摄氏零下170度 高至110度都不是问题 设计者就说 因为想送玩具上太空 所以就开发了SoraQ 希望日后有更多的小朋友 会因为这个机械人激发他们 对太空的兴趣 哇, 这么多单车? 难道这里是室内单车场? 男人不是来踩单车吗? 坐着屁股摇摇摇 没有正经地在搞什么? 原来他正在布拉格一间 专为踩单车人士订制安座的公司 订制一个属于自己的单车安座 这位男士刚刚在一种特殊类型的记忆海绵上 印上自己屁股的形状 印完屁股的外形之后 再在九个不同的角度拍照做记录 再上载到这间公司的网站做分析 他们会分析客户的生理机能 骑行风格和个人特征等 再用3D打印出单车的安座 创办人说 市面上未见有公司 会个别为单车手订制安座 他们希望可以帮踩单车的人 製造一个 跟他们屁股完美配合的安座 让他们可以更舒适地踩单车 这么久都没做到的 现代人真的越来越难离网生活 别说不能上网 就算网速慢一点 个人都会很不耐烦 网速慢对企业运作的影响 肯定仍有比个人生活影响大 尤其是偏远地区 但近年随着5G网络覆盖逐渐完善 多间网络商都推出相关的装置 令到问题得到舒缓 由九龙市中心一路驾车 入元朗八乡 不单止路程远 一个不小心 还会好易当失路 擅长水远,终于到步 这间在元朗八乡 还要载入的九酒店 和一般在市区开的九酒店不同 郊外地方大, 租金便宜 面积4000平方尺, 连室外花园 每月租金只是三万多元 另外更重要的是 郊外环境对狗狗有利 从城内设施来说 有室内的九酒店住宿房间 也有我们的美容设施 也有我们的花园和草地 被狗狗入住的地方 空间的自由度 希望不要只在房间里住宿 在活动空间自如大 在市区来说 比较难做到这一点 空气好, 环境宁静 地方又大 狗狗可以有更多走动空间 进行各种活动 但要记录这些开心画面 随时随地和狗狗的主人分享 就令酒店负责的人很头痛 每天入住狗狗和狗狗的训练 我们每天需要大致上 给两至三条片子的狗主 去知道当时狗狗的情况 和最快的资讯 而有一些狗狗 狗狗长期在这里住 有些狗主特别很关心 需要和它视像方面来说 如果网络不稳定的时候 对外界沟通的时候 这一部分稍微做得慢一点 Eddie主要负责 警惠犬训练工作 他说狗主将狗狗 放在酒店之后 一般来说 每天早午晚会为每只狗 拍一条片 每条大约40元狗狗的 生活或训练短片给狗主 由于酒店的宽频 只属于旧式固网电话线 网速非常慢 以现时有十几只狗狗 入住来计算 至少五十条片 每天都要花至少三小时 上载影片 就算改用流动网络 但都一样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可能我们都会用回 算了,用回我们自己本身 手机四支的网络 去传给它就算了 因为真的太慢了 但就会有一个 比较尴尬的情况 可能一两个星期之后 就会发出资料 我们自己根本上都不能发送 所以就会变得很慢 会限速 你好 现在我拍一些小菇 平时的片段给你看看 谢谢 除了一般的生活影片 如果狗狗太老或者太小胆 狗主往往会特别挂心 心血来潮的话 有时甚至会要求酒店 进行即时视像通话 看看狗狗接受服务的情况 但要进行即时视像通话 对网速的要求更高 Eddie说以往它们只能够用到 6Mbps 即是比3G快一倍的妄速 根本应付不了 有时甚至可能我们 也会在线上去做视频 让狗主看自己的狗 做美容的情况 因为有很多狗主都担心 狗做美容的时候 怕我们会很粗暴地对它 对,我们希望狗主可以安心 其实我们会开视频 直播给它看 其实我们做美容的过程是如何 让狗主可以安心一点 我们在现场 分别用旧式电话线宽频 和5G做速度测试 一如所料 旧式宽频下载速度 不够7Mbps 上载速度更加连1Mbps 都不够 至于5G宽频 下载速度大约250Mbps 上载速度约50Mbps 拍得住一条 速度一般的固网宽频 网络器材商负责人 陈建安解释 像狗酒店这类 位于一些偏远地区的用家 外于位置和人口分布的问题 他们未必可以短期内 就享受到铺设高速固网 所带来的方便 所以借助5G流动网络 如果他在做一些服务 可能和他的宠物在充量的时候 我想看看他会怎样 但是有外于他在教区的网络 其实也覆盖得不好 所以变成了他们有很多制着 所以其实在那里 你会看到就是架设 一个5G的网络 亦对于他来说 当他要去做服务的时候 是一些帮助 但亦可以带动到他 一些业务上的增长 或者是多一些好一点的经验 令到他的顾客 一直会再回到帮顺 2020年年中 我们做过一个抽样调查 测试港九新界个别地区的 5G运作情况 当时新界区的5G覆盖情况 相对滞后 为了帮狗酒店解决网络问题 陈健安就为他们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他说好像狗酒店这类 有差不多面积大的地方 目前除了可以用5G CPE 中介装置来取代固网 同时也要在酒店内不同位置 安装Wi-Fi截点装置 这就可以形成一种类似蜘蛛网 叫Mesh的单一Wi-Fi网络 令训练员在酒店的任何角落 都可以无死位地传取互联网 我们看到在市场上 卖着一些all-in-one的5G CPE 其实他们还未有Mesh那种解决方案 当我面对这麽大几千尺的旧后花园 Mesh加Wi-Fi6加5G 在这种村屋或这种偏远地区 相对于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值得留意的是 这种两段的无线接驳方案 需要两套装置 一个是提供5G信号 另一套装置是提供网状Wi-Fi连结功能 他解释这样的安排 是出于成本的考虑 在5G、4G这种技术来说 其实它的生命周期是比较长 我们说可能有十年一个cycle 但是我们说另一边商 你中端说一些电话器 它们那个Wi-Fi的standard 其实生命周期是比较短 所以我们另一个方案来说 这个就是Toolbox 就是两件的方案 就是如果5G那里仍然运行得好 但是我要换的时候 我要再换 然后很快就会有Wi-Fi6E 或者我们说可能Wi-Fi7 当你要做升级的时候 你变成了需要去升级的部分 就不需要整部CPE 就要去做整个更新 大大只的机械人 可以帮人类做粗重的工作 至于比跳膝还要小粒的 微型机械人用途一样不少 话说美国西北大学研发了一个 声称是全球最微型的遥控机械人 这一只有钳,有六只脚, 打滑走,像一只蟹的机械人 其实只有半毫米闊,比枝针还要小 会走,会跳,会爬,扭转都不止 竟然连电都不用用都一样移动 研究人员说希望日后可以进行 例如清除堵塞了的血管 停止外出血,消除癌脊胞的微创手术 除了蟹,研究人员还开发了 类似色蟀、甲虫、鱼虫的 微型仿生机客人 并研究他们的潜在用途 NFT大热,连小朋友都要上同学 下星期一起看看 看看大家如果在创科方面有好介绍 电邮给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